南无 本师师加摩尼佛 南无本师师加摩尼佛 南无本师师加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调法 百千万节满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见如爱真实义 弥陀元中超 所谓大的比修 所谓居士同修 请看书文 佛说阿弥陀经 诗此经题五重悬意 准孤山法师 以良土果仁为名 方等实相为体 信愿敬业为忠 舍苦得乐为用 申书大乘为教相 好 我们前面讲完了三续了 从今天开始 证实进入 弥陀略解元中超的 这个正文的全系 所以这就是 元中超上卷 我们来看这个 诺款 明代 永乐 吴君 沙门 大佑节 天启天台 沙门 传灯 抄 这根前面序文呢 有一点 加了一个 朝代的 这个名称 就是大佑法师做这个解呢 是在永乐年间 永乐年间 也就是明朝的初期了 是明成主朱丽 他得到了政权 当了皇帝 把他的侄子建文帝 给他弄下来了 这个首都就定在了北京 这就是永乐年间 那天启年间呢 这是传灯大师做这个抄 是在天启 就是明晚期的时候 明喜忠 这首做的 那大概跟永乐年间相聚了 二百年左右 好 我们把这个时间的概念搞清楚 我们再看 对这个略解呢 分为两大结构段 这个传灯法师 对这个科判 做的非常的精细 那 如果我们猛的一看呢 还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所以我就 就对这个做了一个科表 帮助大家 把这个层次结构 来梳理一下 大的结构是 分两个 两大块进行 一个是解释 经题 一个是解释 经文 那我们先把解释经文的这一块 暂时放下 先就施经题 来说 施经题呢 就 用五重悬意 来 加以展开 这五重悬意 也是智者大师 首先 啊 确定的解释经题的 五颗内容 啊 那这里 五重悬意 是 大佑法师 是引用了 孤山治元的 一个 界定的 什么是明呢 就是明就是解释 佛说阿弥陀经的这个 这个经题 经明 是以粮土古人为明 啊 粮土就是我们 苏婆世界本土的 释迦牟尼佛 来说 极乐世界教主 阿弥陀佛的 这一部经 所以这个经典一般是 人法欲 啊 啊 单商来组合七种类型 这里就是指单人的啊 一部经 这个 什么是这部经的体性呢 就是方等时 实相为体性 什么是他的中呢 是信愿敬业为中药啊 啊 什么是用呢 就舍苦啊 啊 是生死苦得涅槃勒为他的利用啊 最后 就是 判教相 是生疏大称为教相 那根据 鲁洛生疏俗俗提福来判 这个生疏俗一方等时的啊 经典 那一般 这个五重玄义 它里面也有内在的观点啊 用这个金 金明呢 明 来全显这个金体 那要切入到这个金体 实相的体 要有修行的方法 这就是中啊 这个修行的方法成就了就有作用啊 就舍苦得乐啊 这四种法义啊 四地勾锁展开啊 最后就以啊 一代诗教啊 判教相来加以区别定论 好 那这个大佑法师对书 书文有这个非常简洁的表述了 但里面还有值得展开的地方 所以传登法师就用抄的形式 对这个五重玄义啊 更具体展开 这五重呢 是哪五重呢 就是五科的科 明体 就是明体中立用 啊 教相 这是天台家解释 经文之前的啊 重要的五科展开 这个玄 玄异的玄 玄呢 一般是指一种颜色啊 带有深黑色的样子 用这个玄来表明这个 义里啊 非常的幽深 威细 啊 一般的凡夫肉眼呢 没有深厚的那种啊 智慧 是难以见到这样的法义 就叫玄 这个义呢 就是这里面的啊 深固幽远啊 呃 他的原忧啊 是有深刻的内涵 这就是义 那天台中的智子大师 他由于念法华经 啊 得法华三昧啊 就深得佛心了 就动明智 就是动然了明了经典的宗旨 所以在没有解释经文之前 首先就以这部经的 幽微难见 身由所以的宗旨 来解释这个经题 啊 所以智子大师 观经书 也首先就是五重旋意 就是 这个学人 一览这个经题啊 就知道这部经的法义 所以谈这个明 明就是明题 明智 明相 概念 这就指能全的明啊 这经之明 这个体呢 就是这部经明赎全的这种体性啊 所以这叫能全和赎全了 啊 这个经 这个经 俗全的体性 是实相 这实相 这实相 亦是一切众生 本有的心体 这个中 是从修行上来说 啊 修行的书基啊 你要 你要 体达这个 实相的 体性 就一定要通过修行 这修行就得要有 刚中法要 以什么方法 来修行 这就是中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中谈修行 体是谈 体性 这里面 也就是性和相的关系 信德和修德的关系 所以全体性 全性体 以起观型 啊 全观型 以色心体 就是这个中要的核心 啊 如果这个 体 体 体和用的关系 全体 成用 施用 归体 那这个利用 就功能作用 这部经 属全的体 以及由这个体 属生起的修行 这两者具备 就自然的 会有 大的作用 这个大的作用 就是生一切善 捏一切恶 这是他的大用 这个谈教像 这是天台家的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叛教的 啊 啊 这个 这个 产明 释迦牟尼佛 啊 一代实教 五十说法 五十说法呢 他的 尽可退佛的 这个次第 啊 这个 从华盐时 阿含时 直到 法华涅盘时 五十八教 啊 但这个叛教 就是 本意时 学佛的人 因这个 精明呢 来 探寻 心体 就是 现前一念的心性了 啊 由这个 现前一念的心性 来建立修行的方法 啊 这个方法建立啊 啊 体用 并进 相知 就能断移身性 身善灭恶 在净土法门至善 就是 信心 最大的恶就是怀疑 啊 啊 那要做到这一点 最后就要善巧得了之 一代实教 它 大小偏圆 啊 啊 何种经典是大乘 何种是小乘 何种是偏啊 偏教 何者是 原教 把这个 五十八教搞清楚了 啊 就不至于啊 啊 错误的混乱这部经的终止啊 所以这个五重悬议 勾索相关辩证统一啊 啊 对于解释经文之前 对这部经 在 大纲上 中指上 要有一个啊 高屋建林的把握 好 那么现在对五重悬议一一啊 具体的解释 那么这里我们表上就列明 就师明 就五重悬议第一师明 师明里面呢 那么分三个结构段展开 第一师经题 第二出本名 第三辩 一 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师经题 师经题又分两大段展开 第一是通别歌义 这个经题通是指一切经都有的 这个经字 别就是前面区别于其他经文的 啊 这个别名 别体 那这个通别 区别来加以解释 那通别格义 又分 两个层次展开 一是师 别体啊 别体就是这部经啊 本本有的这个经题 那师 那师别体又分两段展开 一个是 曰 能说 属说解释 啊 能说属说解释又分两个层次展开 啊 第一是师佛说两个字 第二是 阿弥陀 三个字 那解释 师佛说二字 又有两个小小层次展开 第一是佛说两个字合起来解释 第二是两个字单独区别来解释 啊 大家看看这些 你不把这个 一个层次层层拨损搞清楚 还是看这个 传单法师这么讲 还是 这个 还是看得一头雾水的啊 所以用用这个表格来 来说 其实合一 这个二字合一这下面还有 下面还有太细了 我也装不下了 就省掉了一个啊 好 那么 现在我们来看就是 这个 解释佛说两个字 这个就是 最底下一行 二字合是 就是这两个字 联合起来解释 好 请看书文 佛说者 诗家教主 赐遍宣言也 我们看这些略解和超 都会看到天台家这些法师 他们用语都非常经验 当然就涉及到很多明相概念了 在那个时代 他们对教理非常娴熟 看这些都不会有问题 但我们现在看呢 什么叫事变 什么叫教主 佛说 这个佛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他这个教主呢 是释教说法之主 成为教主 那释教 那释教就涉及到 藏通别缘释教 这个释教来说 就涉及到佛有法报化三声 据说 那释变就是释无碍变来宣言的 好 对这句书文 传单法师就有更细致的解释了 这个重点要理解佛说 这个佛 佛乃是极圣之通号 就是讲圣人呢 有声闻 圆觉菩萨 还有佛 在这所有圣人当中 佛是登峰造极的 无上是 这个通号就是佛有十种通号 佛是第九个通号 就用这个第九个通号 来设其他九种通号 那这个佛是通号 举其别号 这个佛是一切成佛的都能成为佛 但是具体是哪真佛呢 这就是别号 那这个佛就是指说佛释迦 释迦牟尼佛 释迦 释迦宣说的教主 那释迦教主 具体来说 释迦就是释迦牟尼 翻译我们这个世间的意思 释迦就是能仁的意思 牟尼就是极末的意思 那这个又有体用的关系 能仁是从他的相状和作用上来说 能够仁持一切啊 那极末是从他体性上来说 他的能仁的相用 是从他极末的体性显发出来的 那现在讨论佛说 说就关于宣说和智慧层面 啊 所以就他的教法作用来说 就 就 就是 简别他的 寂寞肢体 来 这个 就他的作用 来称呼 就好曰 能仁 这个能仁就是 他的人识啊 是他的能力啊 能力 这样的能其仁 就能够广泛的利益三界二十五有的众生 那下面解说事变 这个事变的这个概念有时候成为 事无碍变 有时候成为事无碍智 有时候成为事无碍解 这是指四种自由自在而无自爱的理解能力 理解能力就从他的事无碍解来说 以及言语表达能力就是他的辩才 事无碍变 这些理解和口头的辩才表达 都是以智慧为他的特质的 所以这也是教化过度众生的方法 又成为四种画法 那这个 具体来看 义第一种是义无碍变 这个义就是指法义的意思 这是从属权的对境来说 是指了之一切主法的义理通达没有至爱 再看第二种是这个 这个 词无碍变 这个词是言词 言词来庄言 对于主法的这个明智 明智就是这个能权的明 以及俗权的义理 能够随圣属教化的对境 就是一切众生 书方义语 就众生呢 是各个道里面的 所以他所处的时空 空间不一样 他所使用的语言不一样 比如那佛都能够通达各种书方义语 为这些众生来演说 比如在天上就能为天 用天语天上的语言来说法 在龙宫里面就用龙的语言来说法 在阿修罗里面就用阿修罗的语言来说法 在人道里面呢 也是书方义语 面对欧美人是用英语来说法 正党国用汉语来说法 那还有畜生道 那在猪道里面用猪的语言来说法 鸟道里面用鸟女来说法 这个书方义语 佛都通达 能令各类的众生 各个能够听懂这个语言 随着这个法语了解真实义 来修行佛法 所以这个叫词无碍变 便说无碍 词无碍变 第二是法无碍变 这词无碍变是第三了 法无碍变就是这些 法就是一就是明 俱字 这个法就是指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由这个字构成俱 构成明 明构成俱 对这些法 分别决断无碍 那第四呢 那第四呢 就是勒说无碍变 勒说就是随胜一切众生的根性 这众生他属好要 愿意闻哪种法 就随着他心里的好要 为他说之 这样的能力 原浓无至 所以这四 这个四种无碍变 比如说用名字言语所说的是 他各个足有法相 足法之相 所谓佛有时候说四大 奸向奸向地 而这里的地呢 是奸固之相 奸 地奸向是他的义 法义 那说这个地名字是法 以这个言语去说就是词 词无碍变 那用智慧啰嗦自在 就是勒说 那对于这四种都通达无有至爱呢 这就是无碍至 所以讲地相是奸向地 那诗向水 水是诗向 火是热向 风是动向 这个五音是无常相 一切法是无我相 所以这些法的或者是总相 或者是别相 这个分别这些法 一一明了 这就是义无碍至了 那如果说无碍至 他这个佛应众生的根基属说法 这里也包含世西谈的利益 那这个他都是无碍呀 无碍就是 佛在一字当中说一字 就能说一切字 说一语就包含一切语 说一法就能说一切法 随众生的根基好妖去说 如果他好妖从信心露手 你就跟他 佛就跟他说信根信利 如果喜欢禅定的 他就跟他自信一吐 施心来说定根定利 这都是随众生的根基去宣说 那这个说的方式很多啊 你看大乘经典讲佛说法 那是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 或者隐身说 人没有看不到形象隐身来说 或者从毛孔 毛孔的光里面说 或者光明来说 或者显现天谷来说 或者一一层都能说 或者说的时间一节半节 或者说只以一顿饭的时间 能够延长到六十小节 或者六十小节压缩到一顿饭的时间 这个都是无碍的 圆农的 下面请看书文 这就是解释佛说两字 开始是合一 就是佛说两个字 合在一起来解释 现在是要把这两个字 分别来解释 就二字 歌诗 首先是解释这个佛字 佛 它泛语 具足翻译的是佛陀 中国人 中国人浩简就 常常就叫佛 翻译 我们中国的语言 就是觉者 觉悟者 这个觉是相当于不觉而年 那我们还在无名大梦当中 憨睡 不觉 昏迷 那佛是无名大梦当中醒过了的人 就成为觉者 那这个佛是十种通号之一 这个佛就是 就近圆满 觉悟了达主法实相 称为圆满觉 在天台六级佛里面 就称为就近级佛 传单大师对这个解释这个佛 佛又有比较多的鼻末来解释 为什么要详细解释 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佛的功德 当我们了解佛是这么多的功德 我们对佛所说的经才会产生信心 但我们虽能说信佛念佛 但是对佛的内涵 我们不一定很了知 我们对佛的功德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才会发成佛的心 这是大菩提心 普贤菩萨为善才同志 说法之前首先要称阳赞叹 毗罗扎那奴来的无量的功德 称阳的佛的功德之后 才令学人生起无限向往之心 也想成佛 于是才跟他去讲成佛的方法 十大恨愿了 所以你看 这个经题只是称佛 这个范语是佛陀 我们是略称 具足称佛陀 我们中文解释为抉折 抉折 加这个折 是主要是指人了 如果单单翻一绝 那就属于法的范畴 就不属于人的范畴 那这里佛的通号有实 实则佛有无量德 他就有无量的名号 把无量的功德 概说为十种来说 所以在大乘经典 讲授记某位菩萨成佛 都连着要讲这十个通号 说明他是究竟圆满的 这种佛陀 那这十种通号 那这十种通号 我们常常念了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 多熏悉 第一是儒乃 儒乃的梵文是 多陀阿其陀 儒乃又可以从 法报化三身儒乃 来全息 儒是指真儒 来是指从真儒而来 所以他是贴近了 一种法界真相 所呈现的现象 所以这个儒乃 就表达无有虚妄 称儒是道而来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 顾名儒乃 那应供 应供就是阿罗河 应供既可以阿罗河翻译 可以翻译杀贼 就是把烦恼贼全都杀尽 又可以翻译 又可以翻为不深 切正空性 又可以表达他自断了 断烦恼断尽 智慧圆满 智慧圆满 堪为一切众生 作福田 所以就叫应供 供 这是他的福德智慧圆满 供应当接受一切众生的供养 供养到这样的圣人 那就是得无量的福报 这叫应供 就好像涅槃经最后一个人供养 存陀供养到佛 吃这个最后一顿路涅槃 那那个功德无量无边 第三是正便知 范文是三表三佛陀 正便知就是 正确的了知法界的一切法 无法不知正便知 所以这个佛的智慧 那真的是无量无边的 第四是明行足 这个明是指三明 宿命明 天眼明 漏尽明 讲六通当然也有宿命通 天眼通漏尽通 那明和通有什么区别呢 那还是有区别的 你宿命通 只是了知过去生 生生世世 你在哪里投生 什么明治 何等种族 什么福报 多少寿命 你宿命通 能够知道这个 但宿命明呢 进一步知道 他这一生是什么原因 什么业元头 投生过来的 知道他的原因 那这个 其实生文元大阿罗汉 大辟之佛 菩萨都有这个三明 都具足三明 但是为什么要加个足呢 还有浅身的不同 唯有佛才圆满具足 这叫明行俗 第五是善事 就是佛能够摸到种种的三昧呀 极定状态 能够上升到大捏盘的境界 所以善事就是好去 会去个好的地方 而且很自在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这是善事 不像我们很无奈 有时候生了病 要死死不了 要活活不成 很无奈 佛是一切自在 善事 第六是世间解 就是了知世间的 一切众生的情形 国土的情形 它的因缘果报 都了解 第七 无上事 无上事就是佛 佛断一切 见或失或成杀或无明祸 到等觉直到妙觉 没有比佛更高的 没有跟佛能够相提并论的 这叫无上事 所以佛降单这个世间 为什么会降单 这个东南西百各走七步 天上人间 为我独尊呢 这不是傲慢 这是如实说呀 没有比佛更高的 第八 第八是调与丈夫 这叫调他心 调伏 欲就是能够驾驭 丈夫 这个能够调于丈夫 首先要调于自己呀 那丈夫就是男 男子汉了 一般男子汉都刚强男化 能把丈夫调于 当然其他的女人也能调于的 所以这里叫调于丈夫 没有说调于女人 那这个 调于住的丈夫 一切众生都能调于 第九是天人诗 佛来到这个世间 他为什么天人诗没有说九法阶诗呢 就是在九法阶当中 尤其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当中 得度更多的是天和人 人道里面 苦难很多 智慧很 甚深 意志力坚强 所以人道得度的人多 天上的人 天上众生也是智慧甚深 所以佛在天人两道做大导师 为众生 为众生做智慧也 得度的人多 就成为天人师 那第十就是佛 佛就是这里可以说是智者 佛也有智慧的意思 佛离开一些烦恼 正空性的一切智 得断成沙或的道种智 断尽无名的一切种智 完整俱如 所以就了之 属教化的众生的三种类别 正定句 邪定句 不定句 一一了之 这个十种通号 功德 完整具足 为世间 世间是两种世间 也就九法界众生 属尊养 就为世间尊 所以这个讲佛 释迦牟尼佛就尽绝了主法十相 这个就尽绝了 怎么理解呢 这里就把天台将这个六级叛佛 这里就是第六种就尽集佛 佛也是绝的意思 有时候称为就尽集绝 好 这里就涉及到又一个明像概念 六级佛了 这是天台中基本的理论常识 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 六级就是李集 李集佛 明字集佛 观形集佛 相识集佛 分证集佛 就近集佛 这六种名称 我们常常考试的时候会考六集佛 如果你这个都搞不清楚 你都写不出来 那你就扣分的 那这个六集佛 李集佛是从信德上去说 那从明字集佛开始 就从修德的层面来建立 好 那这个六 为什么要谈六 这是从事项上 来说 这是针对那些 这种狂会者啊 认为自己开悟了 认为自己开悟了 上无诸佛 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了 就以为到家了 只要用六 来表达 你还是凡夫 你跟圣人还差得很远 不是你一误就完全解决问题的 你还有很多烦恼 你还要修行 好 所以这个谈六 是对峙那些真上慢者 狂 狂会者 让他避免生起那种傲慢之心 或者真上慢就得少为足 就以为到家了 所以要谈六 六个阶梯 这个谈疾这个字 疾是从理上来说 从体性上来说 这就是对峙一些很有自卑的人 他就干据下凡自驱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这是告诉他增加他的信心 你是寄心寄佛 就用极提高他的自信 信心 但是无论是事项上的六和理上的极 他也是不二的 好 那针对两种或狂妄者或自卑者 来说六和极两个概念 那具体来看 理及佛 是什么意思 这个理及佛 这里谈主法实相 一心圆具 昏芒不减 道祸无亏 也就是说 一些众生本有佛性 信 信具实法戒 在我们现前戒耳一念当中 具足如来葬性 虽然我们现在烦恼重重 但是我们的佛性没有减少一点 我们在六道轮回 这个轮回不休 这个佛性没有亏欠一点 这个理及佛 是佛给我们开显的一个最好的 让我们对生命产生一种 曙光的一种开始 这就比如一个贫穷人家 他一辈子贫穷 生生世世贫穷 但是他家里有珍宝 有珍宝他自己不知道 于是有一个善知识告诉他 你旺寿贫穷啊 实际上你家里有无量的珍宝啊 由于善知识开始 才知道自己原来家里 地下有珍宝 于是他就开始 把地上的污秽瓦块给他清除 就开始挖掘 挖掘了 慢慢地接近那个宝藏 那个宝藏一打开 你就成了大富人了 富得无量的快乐了 所以这个理及佛 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凡夫层面 但是我们相信了我有佛性 我这个贫穷的人也有无量的珍宝 你说他跟他原来不了解这个事情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感受 所以这里就用了寄宋 来进一步解释理及佛的内涵 这个无积子 无积子也是宋代的一个天台中的法师 是南宋时候的 通达天台教理 以后他回故乡去孝顺母亲 科进孝道 对净土法门也是非常的信仰 常常集几千人一起来念佛 接连设圣会的 无积子又叫普任大师 又叫法云法师 无积子是他的一个字号 这个对六集佛的寄宋是出在 翻译明义集 这是普任大师作的一本 就是明相概念的一种注解 在天台照里面 常常使用的一本工具书 他就在解释佛陀这一个概念当中 就说了六个技术 那谭佛陀就从六集佛来解释的 那解释李集佛的寄宋是 动尽李全是 行常是尽非 明明随无趣 遥遥不知归 这就是李集佛的含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动尽 就是我们这些凡夫 日常生活啊 日用而不知啊 动就在动态当中和静态当中 每天忙忙碌碌 奔移外面的六层 或动或静 但是要知道这些动尽的功能作用 多来自于本具的佛性呢 正因佛性呢 动静虽然是造孽 但是他的佛性全体就是啊 就在当下呀 没有被污染啊 不争不解呢 不勾不进呢 不生不灭啊 全体就是佛性了 那我们都迷迷掉了 迷失掉了 这动静李全是 当下指点 但行常是尽非啊 虽然心性上本具这个佛性 但行就是出处 常就是行止 这是用了论语的一句话 孔子说 用之则行 舍之则常啊 虽然孔子 身怀得能 有金邦治国之才 也有人爱之心 周幽列国啊 要用他的这个德智啊 礼教啊 礼约啊 来治理啊 但是总是不得智啊 所以诸侯国君如果信任他要用 用他你就行这个德政 如果不信任他 舍之就不用他 那就自己卷而怀之 啊 这就表明你在世间的生活当中 或者 这个做事业 或者把它退营啊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你由于 不了解佛性 由于我们烦恼很重 但一般我们的 在世间或进或退的这些事 全都跟这个礼不相应 是禁非啊 都是在迷惑颠倒造作 恶业啊 是禁非 那在这个红尘滚滚当中 明明就是内心暗明啊 黑七统一个啊 一点智慧的亮光都没有啊 啊 于是他就随着外面的物欲 俗转 任务为己啊 贪于直胜呢 啊 随着这个物欲俗转 那肯定造恶业啊 就遥遥 就在这个心性的 这种本有的那种佛性 就逃一啊 使父逃一啊 逃得越来越远了 就不知道回归自己的佛性本源了 这叫遥遥不知归了 凡夫众生都是这种情况 好 请看这个明智即佛 明智即佛表达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从善知识那里 得到一些开显 或者是从经典当中 你阅读到经典知道这种事情 你就 闻到了这个佛法身三宝的明 这个文明呢 它都是不简单的事情 没有佛来到这些佛法身三宝的明 我们是闻不到的 那闻明知道三宝是智慧光明了 说破我们的无明暗明了 三宝是常住法呀 永恒的跟我们具有着 舍受的交感的功能 闻这个明 那文这个文信这个明 你就属于明智即佛的这个范围了 进一步从经典当中知道是圣地 苦极灭道这个字 那苦极灭道四个字 全息做四经的因果和处四经的因果 由四经的苦地 我们了解导致苦的原因是极地 是烦恼 由于佛开弦 我们有灭地 有涅槃的长得我进 达到涅槃成的方法是道地 修三十七道品 通过这些我们 信解全体啊 即是正因佛性 跟诸佛如来 平等无二 无二无别 所以这个明智即佛 它属涵盖的范围很多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本具佛性 也相信三宝常驻之法 你能够闻到这些苦极灭道的道理 你能够信解 你就属于明智即佛的范围 但明智即佛里面 有些可以开悟的 所以智子大师释现明智即佛 明智为中真佛言 为之毕竟复何人呢 虽然在明智为 明智为就是 他在理上知道 但是他从修正修德来看 他没有断烦恼 那这个闻这个明智 他能够启动众生的善根 这种善根一旦激发出来 或开悟或有断烦恼正果的 你看几孤独长者 说他怎么正出国的 他几孤独长者就是为他的儿子聘媳妇 就到 他是社会国嘛 就到王舍城另外一个长者 有一个女儿 那个长者 叫三潭纳 那这个长者半夜就起来 庄严防舍啊 准备接贵宾了 这个就把这个几孤独长者都惊动了 说这么早起来 就是打扫庭院庄严舍 今天你是不是要请国王过来啊 那这个长者说 我不是请国王 是请佛 你看就这两个字 虚打长者闻到 就生毛皆絮啊 这个含毛孔都竖起来了 这说明他很有善根了 马上惊觉 他就问佛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三潭纳长者说 在前南京色 那虚打长者就 马上称起一种很强的渴 思念佛想见 这一念善心出来 马上那都是晚上半夜了 忽然有光明过来 就像白天一样 这个光明就照着这个道路 他寻着这个光道就出去 他是在城里啊 那城里是有城门的 那么晚也没有谁跟他开城门 但是他走过去 这个城门自然分开 就能打开 打开他寻着光 看到佛在那进行 看到佛庄严光明的样子 顶礼佛跟他讲法 当下他就正虚脱环的出国了 所以这个闻三宝明 它的作用很大 如果我们没有佛来这里说佛法身三宝的明 那真是万古炉长叶啊 大涅槃经特别谈到闻三宝明三归一的功德 你只要相信长住两个字 永远不会下地狱啊 三宝是长住法啊 永不便宜的 这个吴姬子的祭颂 是方天无声曲 史闻不史歌 今之当铁士 翻恨至戳佛 就是方天方史 刚刚开始听到有无声曲 无声就是不声不灭的 那种礼啊 那种涅槃啊 那是一个处世间的节外之曲啊 妙曲啊 这是方天无声曲 史闻 刚刚才开始闻信 不死歌 原来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不死的 有生有死是我们的孽报的生啊 不生不死的是我们的法身会命呢 今日才了之当体即是啊 全体的烦恼就是涅槃的自信了 破烂的屋宅里面有无量的保障啊 今天知道了 翻恨这样的这个悔恨呢 从前了不了解这个这桩事情了 无量节以来戳脱岁月啊 不去修行了 轮转不修啊 悲痛不已啊 哎 这多属于明治即佛的办程 第三来看观行即佛 那你闻信了 那本具佛信了 那就要开始修行了 那修行的方法在各宗各派各有不同 那天台家当然就要讲 地观不二了 就全山地理起山观修 啊 山地是从啊 真地 熟地 真地 啊 中地 这样的啊 理来来 升起山观啊 山观就能能观之心 这个空观 假观 中观 那这个别教是讲次第三观 原教是讲一心三观啊 啊 即空即甲即中 来做这样的观行 这样观行就能够 原福五柱 如五品位 这些概念都要了解啊 啊 原是从原教的立场 你修这个观行 能够降服五柱烦 这五柱是哪五柱呢 这就指啊 三界的见识或无名或了啊 这个第一个是 一切见诸地或 一切见识指三界啊 的见或 三界里面的分别的那个见或 这个见识呢 是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由于你这一根呢 对着那个法尘 啊 六根对六成 那一根是对法尘 你去分别它 那起了种种的邪见 那邪见可能展开就是六十二种邪见了 啊 由这个邪见 那你自留住在这个三界 不得出去 这就是见一切见诸地或 第二种是欲爱诸地或 这是欲界的私货 啊 私货就是贪真吃卖遗子这些 就是由于啊 那见 那见 见乎是从一根出来的 那这个烦恼的贪欲 等下是由前五根 眼耳鼻舌身啊 对色身相畏畜 这五成之境啊 这五成之境也就是这个悟了啊 啊 啊 对这五成之境生起的贪爱之心啊 啊 那这个贪爱之心就念念留念执着造孽 于是你就在这个欲界里面戳不去了 就住 住着生死 这就叫欲爱诸地或 这个第三种是 舍爱诸地或 这是指色界的私货 你对于色界的私禅 你也生起这种爱恋执着 不能死去 那你就离不开色界 第四种是有爱诸地或 这是指无色界的私货 对那些四空定 你啊 著着 啊 贪恋 你就离不开无色界 第五种是无明 住地或 这无明是指根本无明了 那根本无明这样的一个 烦恼的层面 是身为原觉所不能了达的 身为原觉断见识过 他成杀祸还没有断 所以他是不了解无明的状态的 好 那这个你在观行即观观行为能够通过修行呢 言行相应呢念念绝照啊 就能够辅助这无助烦恼 如无品位 无品位就是无品弟子位 所以外凡位 外凡位就是性原教实性位之外的那个凡夫位 无机子记送云 念 看无品位是哪无品啊 这些概念都要了解一下 无品就是第一次随喜 啊 就是根据前面明子及佛 文信实相主法 你信解随喜 啊 信解随喜 你起一种正念 念念跟这个实相 跟种种波罗蜜相应 这是随喜 第二是读诵 读诵经典 你前面随喜说于观至 观至如木啊 读诵经典如日 你有眼睛还得要有日光啊 第三是讲说 由于你随喜读诵 自己有点体会心得 你的要有慈悲心 来讲说这个大圣经典 让更多的众生来信解 所以你讲经是开智法 你教化众生的功德 也会对自己有提升 这叫化功归结啊 第四是坚行六度 坚行六度 为什么坚行 行有余虑就行 不失词戒啊 这些六度了 那主要车重在自立的角度 你要啊 理官啊 自己修行为正 坚行利他的啊 这个六度 那六度啊 前五度诸书于福德的范围 啊 那修行一定要啊 啊 福慧商修啊 啊 培植福报 这个 培福债道啊 啊 所以六度啊 啊 修行不可方悔 叫坚行六度 啊 啊 第五是正行六度 正行六度 正行六度就是你自行的功德 已经啊 比较深厚了 这时候你可以更车重在利于他人了 啊 这正行六度啊 啊 那就 就录道啊 吴平弟子位 啊 吴平弟子位 这就是智者大师所示现的位赤啊 啊 就是能够辅助见识货 但是没有断 没有断见识货 吴基子的祭颂是这么表述的 念念常照常理啊 心心悉幻成 辩观诸法性 无假 亦无真 就是他有全体的信德 升起的修德啊 他就正念了 念念了 不空过啊 念念照住那个常住的啊 这个法性呢 啊 心心悉幻成 心就不再往外面跑了 而是要设心呢 回归自信本源了 就把外面的虚幻的六成给他止息 这就有点反文文自信啊 啊 反念念自信啊 啊 这样的功夫 将他申请 由于这个正念的绝照 就变观啊 啊 就是一切实一切处 你都要关照主法 不被主法的缘起之相所迷惑 也抵达这个主法的信体 这就仅观相知了 你辩观是你的近 那你 蜀观之境和能能观之心啊 啊 你相应了啊 回到那个常理 那个不生不灭的妙真如性啊 辩观法界性 这个性就是超越了对待的没有假和真的问题了 超越的甚凡是非大小啊 方位这些也就是他的中道无假亦无真 清净本能的那种法性啊 这就是观行极佛 那第四是相识 极佛 相识就是通过观行他 有相当的降服烦恼的程度 相识就是跟本觉贴近 不是本觉本身相识于那个本觉 这在修正当中属于实性位 实性位属于内凡位 又叫铁轮位 天台中的第四代祖师会师禅师示现的是这个相识极佛 就是冶炼的大冶炉当中还正在冶炼 前面还没有尘气啊 就前面通过观行 他越观越明啊 指观啊 通过指心里越来越激进 通过观这种心越来越明测啊 那这个这样就是出构先脱 就是比较粗糙的烦恼自然的先浮断 那那个比较细微的烦恼还在 所以他所见的是相识的理 不是那个本觉本身是相识 就是还蒙上了沙 一层面沙 所以这个是六根亲近位 六根亲近六根附用 也有神很大的神通啊 在原教当中初性位就断贱 七性位就断施货 那从断正的水平来看 相当于七性位就相当于阿罗汉的水平 那八九十清断成杀货 十心 十性后心 就开始有破无明的力量了 所以吴姬子的颂 颂曰 四柱虽先脱六尘未尽空 眼中悠有意 空里见花逢 四柱就是前面讲五柱烦恼 五柱烦恼前四柱就是三界的见货失货 全都解决了 但解决了六成 那外面的六成还没有全都空 空了相当的程度 那眼睛里面还有意 还有意障 所以空中本来什么都没有 你一有意障 那就无端的见到有红花 这就相似吉佛 好 再看分正吉佛 这就从实性后心都出注位了 就是针对四十二品无明 一分一分的破了 破一品无明 分见一分佛性 这个你录到出注位就能够现身在一百个三千大间世界 作佛八项成道 所以这个分正吉佛对四十二品无明来说 有四十二个结位 一般用十五的日约来表达 这个初一初二初三 这三日是对三十弦位 就是十注十行时回向这个三弦位 属于前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 那从初四到十三就属于十地位 那就登圣了 三弦十圣 十五日的月亮对字相对于等觉 十五日的月亮就是妙觉位 这就是无极子送约 豁然心开悟 豁然就是破无明了 你就切证到不生不灭的自信了 这个就不是知见上与佛同期乃是正道了 这样的法性 就看你就是初一的月亮看到的也是那个本月 不是第二月 更不是约淫 豁然心开悟 展然一切同 你分正的法性 那一同一切同 一位一切位 这是原教的理念 但是穷缘又未尽 就是你穷尽心性本源 由于你还有无明 还没有完全的道家呀 上见月朦胧啊 你见到虽能是真月 但你还有无明未断 哪怕到了等觉菩萨 你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未断 那看到那个真月都是朦朦胧胧的 这是分正即绝的位置 这个上见月朦胧就是未能测见信天真月的光辉啊 第六是究竟极佛啊 究竟极佛就是世世一品无明彻底破尽这个三德 三德就是涅槃三德 法身德 波日德和解脱德 分别是正因佛性 原因佛性和了因佛性啊 这都是功德圆满啊 穷缘到底 切正心性本源啊 称为无上士 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比这个究竟极佛更高的了啊 所以佛成佛的当天他要观察这个世间有不有 他还可以拜师的啊 他要观察一切众生都在他之下 所以佛成佛之后是以法为师的 世间的人众生没有能称实的叫无上士 那无机子的寄宋是从来真是旺 今日旺皆真 但福本时信 更无一法心 这个就是从来就是没有 有觉悟之前 无量节以来啊 无时节以来 我们全体的真如自信都成了旺心啊 全体的信还就显现成一个水泡啊 执着那个水泡的真实啊 这叫全真即旺啊 全体的真如随我们的这个 染源啊 修恶啊 显现了虚妄的六道轮回啊 啊 今日就是今天终于觉悟了啊 啊 策法本源了 那全全旺即真了 这个旺是建立在旺的境界 都建立在旺心的基础上 现在的旺心回归到自信本源 就无念了 无心了 就没有这个三千大惊世界虚妄的轮回了 所以今日全旺即真 那这个由信德起修德 全修德成信德 那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呢 无智亦无德啊 无数德才得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由于佛性本具啊 只是恢复到本有的那个自信 并没有得到一种心法 如果还你说你得到了一种 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归无数德 不由他物 自信本具 这就是旧静即觉 通过理极佛 知道本具佛性 升起六个 升起修德 修德就是我们的金矿有杂质 把这个杂质给他冶炼掉 那全体真金献钱 就一个凡夫就成了福德智慧圆满的就近即佛了 这个黄金永远再不会成为金矿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赐功德 多连佛进府 赐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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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连佛进府 赐功德 各连佛进府 若有建本者 既怕独提心 尽此以保证 同生即乐佛 序 枪 妇